為何他不在乎? 他最終是在乎他 弟兄姐妹,您好 很高興和感激者能夠有機會 在教會慶祝五十多年的時間裡 跟大家一起敬託 師父也溫度大家 但是他因为健康行动不方便领覆了 所以他可能就跟人一起过来 但是我们在温厚华的几年里面 就不多能进了到弟兄姐妹 我感谢神看到我们当中有许多熟悉的面孔 但是也看到很多新的面孔 新的面孔的弟兄姐妹可能就听不惯 我们一个越来越妈妈夫妇的佛业 但是你会听并不快 你会听不懂 神到将为庆祝十六年的时间 我心里面是有很多的话语 很多的信誓希望能够跟弟兄姐妹分享 但是经过祷告的时候 神就将各了西书的1-28-29两节的经文 很刻意地放着我心里面 宝罗教人的帖里书 我们传承他 是用足够的机会 劝腿各人去教我们各人 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穿穿的 去到神的面前 我也会去劳苦 叫做他在我里面 运用大如尽心与力 他在祝福的所有能力 他在祝福的经文 我很相信保罗教人 觉得经文 I believe this verse is my apostle Paul 是归障他整个人生的 旭风的动机跟目标 It really puts all his life goals together 也是他人生的中心 这个就是对求的 所以当我们是想教会进入五十多年的时候 我们回顾过去的日子 它是面对前面的时候 我们要找紧什么样的使命 什么样的信心往前走 保罗给我们一个清晰的提醒 我们要祝福他 我也相信教会在神的使命里面 我们必须要尽心切力地 用诸位聪明将耶稣基督传承出 那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要传承他 我们问为什么我们要传承他 哥罗是保罗写的 特别关注到耶稣基督神圣的一面 在予将十五节开始的时候 就将耶稣基督这个宇宙万物净楚万有 都靠它而易的独一的存在 很清楚的让我们明白 当然当我们说要传扬基督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传扬的 不单只是耶稣基督的身份 而是祂为我们所成就的旧 所以我们说我们传扬基督的时候 不单只要传扬祂是神的传扬 但同时就是祂道成祝圣 为我们的罪定取爱神之下上 更为我们的利益上天后果 这是神在历史当中所做的事 但是在历史当中神的作为 有什么意义 为我们有什么应用 就是应着耶稣基督 为我们受死如活 甚至允许我们 我们能信心见纳不求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恩典 能够有这个荣誉 有这个生命 所以说 在我们要传扬基督的时候 我们也是说 我们将这个福音 表明出来 另外保罗斯让我们知道 为什么他要传扬基督 在哥罗斯书里面 他写了哥罗斯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那如果我们看1章的时候 哥罗斯书的教会不是保罗所建立的 是一个叫以阿佛提的弟兄建立的 这个就是因为他从保罗所传的福音里面 信主了 然后他回到哥罗斯给他们建立的教会 他讲到哥罗斯的信徒本来 也是好像以赴索的信徒一样 本来是死在最后天安当中的 但是依旧福音 整个的生命太变过来 以前是抵倒成的 现在是福祉神的 以前是敬拜果像的 现在是敬拜福利的真神的 以前他们的人生的家庭的取向 是向这个世界来更出的 他是一个福音所化的果像 他们整个的人生的家庭的取向 完全不一样 他们的生活价格是完全改变的 所以说 保罗要传扬基督 他就是因为看到福音的果上 在哪些接受福音的人 圣灵当中将神出来 他看到福音的生命太变了 这也是神给教会 有一个很大的肯定 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传的 不是白白的 不是真是自己像冲击打船的样子 哪是真的看到一个信主的人生命的改变 这一种的改变也成为圣灵在保罗身上所运用的大能一种的动力 所以 所以弟兄姐妹们将会面对前面的热血的时候 我相信神给我们的使命 必须要传扬 但我们必须要传扬基督 他也既让我们知道 我们承认他的因素 跟原理之神 我相信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社会的情况 比保罗以前可以说更加的教导的 当年保罗传福音的时候 面对希腊文化 很多白偶尔的事情 但是我们今天 无论在纽约 还是在温哥 还是在香港 中国到种种的地方里面 也都发现 那个 可以说 各样的宗教 大家都有他们的认为 他们的认为 曾经有一位宗教师 他一生都在印度产福音 后来他退出了 回去了他的祖国 英国 他本来是英国 之后 拆带他去印度产福音 可以说 对他 在他的事故中 英国是个基督教的国家 但是他发现 他回到中国 回到英国以后 我发现 美国改变了 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种种的理想主题 都可以说 好像以后 穿着一样 新起来 很多的信息 和旗幻学者 都会拆开在英国 英文的名字 Pluorism 就是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各样的取向 都可以说 甚至在我们的英雄里面 你肯定想想 他们的名字 他们有什么叫Pluorism 他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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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名字 我们的姊妹 你们曾经想想起 那个 罗维莫乘夫人的时候 就发现 很多不同宗教的 所以今天 将为我们要传扬基督的时候 我们不当即要找起 我们全福音的 这个原因 更加要明白 我们所面对的 判断挑战 所以你应该出 我们 传扬基督的时候 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what attitude should we have when we want to complain 那么我们就 今天完了这个中文的题目 我闻扬它 它是英文呢 跟那个原文呢 是him 他修罗文发现不像英文 有首先那个 那个 那个 主位的人 然后有动机 他就少做了 Language is different 它没有是先后的期许的问题的 但是呢 他通常如果这样 他们要强调的 都是法家的一个 所以保罗很清楚的 him 基督是我们传扬的 这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说 耶稣基督是主 我们是祂兴起的使用的工具 保罗很清楚知道他传扬基督 Paul is already clear that he wants to prove him Christ 重点不是在扶他 It's not because of him 重点是在所传的耶稣基督 The center is Christ who can prove him 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意思 What does that mean for us 英文讲得比较为清楚的 It's not about you and me 不是在说你跟我的 哪是耶稣基督 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很重要的 我现在特殊了几年 我回顾过以前的师奉 很多的事情有一些谈起 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教会里面 甚至很多时候都 都是以自己为主的 昨天或者联系聚会的时候 我们那次做到哪个八教 我收到以后 我这个是一个牧师嘛 但是我发现我首先看的是谁啊 有人就幸福 还幸福 结果到了年纪 康奖还行 人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但是不几乎教教中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都将积极化在主位 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的师奉 出现了一些冲突 法罗在这里很清楚地让我们知道 他传承主的态度 是以基督为主 基督之所谓 基督之所谓 我们也是这样 而他们的保罗之前都讲到我怎么样怎么样的 他现在节里面 他人在听这个众处 我们 可能 那节里面是一些比较小的一些改变 他是王爷喜欢保罗的那个书信 他他本身所受的训练是一个法律项的事情 可是你看到他说那些东西被改变的时候 我实在是他有他的意思 原来传承基督 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不是你 还是我个人的事情 它是重人的事情 一个团队 一个终枢的大家一起 这个教会 如果我们希望长得丰盛圣文教会 成为一个传扬基督的教会的时候 绝对不能够单单一条牧师 一两个的弟兄弟 乃是传承的整个的教会 所以我们起的肢体同生合一的团队才能够夸出的 所以我们需要整个教会 为这个教会 但是照会历史当中 每面照会的点变 慢慢地变成我们参加重拜 我们只是一个旁听的 参加完重拜以后 回家有十几一套 变成那个参与上就很少 现在这个团队的提醒呢 在一些公司里面也越来越发现这个状况 只是在耶稣基督所圣的教会里面 这个团队的政策 这个团队的政策 比起互动的根本 就是在教会的根基 这个本级上面 法罗提醒我们 我们是比起做自己的 也不能跟对我 都说我不像你 我的手不能跟对我 都说我不像你 我的头是 我主动一切我不设你们 有一个不是你的身体一起来做 所以保罗他说他 他传福音还原基督 可能他是一个人 传福音的时候 被放进那个监牢里面 但是他知道 他受人的监牢里面 他们也仍然在他周围 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为他祷告 激起他激死的传 đzony 但祂屬掉牠們 我們需要脾氣站起來 同心合一地來傳承耶穌基督 另外我們知道保羅這個傳承基督 不是祂自己的大化瑞士才做的 祂看清楚祂是奉神的實力 是 His calling 祂這個教命 就是祂跟我們作為基督徒呢 是神呼叫我們的 神呼叫祂跟我們 就是不願意要透過我們 將基督還傳人 所以保羅說 我傳福音 沒有什麼可誇的 只是祂英文要做的 如果祂不傳福音的時候 祂就無禍 祂就無禍 所以 也許祂我們的體會 就為基督徒是神呼叫 保羅講的講到這個 他有突然的體會 你知道一個傳道人在神聖裡面 所接受的訓練 發福音的時候 什麼呢 到來我們要所詮聖經嗎 我們要學一些聖經的原文 特別是 希臘文跟希伯萊文 We need to know the original language of the Bible, Hebrew and Greek 所以你要对教会历史要熟悉 You have to be familiar with church history 所以通常都要关心、帮助一些 来对各样问题、这些问题来寻求他的意见的时候 When church members have problems, they will come and seek his counsel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接受一些基本的心理识的各样信念 But we also need counseling training 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你必须要去办理、管理的 所以你也基本上要接受一些心理识的事情 We have to lead into our institutions and all this training too 同时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有很多这些事情 比方说结婚啊、商品啊、这些 你都要随时知道他们来帮助你 这个有需要的角度 但是我们教会已经有不同的文化 有些是在美国长大出生的 所以融合的那个美国的文化 有些从像港出来的啊、东南亚那边的、台湾的、大洲的、都这些大洲也有不同的成分出来的 每一个人跟他讲一种他不同的文化的背景 家里的背景 我们都需要学习来了解 就是这些都是会所识的 只是都要向功夫来修吃 在帐位里面侍奉传福音做一个传道人 不是妈妈夫的 你要用功夫 传福音传扬基督 我们要面对我们今天所要传人的人 他们需要他们各样的背景 宝罗说他有无关无处理事 我在香港出生长大 我可以说只有念书的时候 对中国有人在了解 神在那个负担我家福音上 在从国内出来的朋友传福音的时候 我必须要做功夫来认识他们需要 他们讲什么的话 什么的一样的思维 你都要上功夫来理解的 那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在这个地区里面 我们有没有理解周围周围的人的需要 他们的宗教背景 各父们的事情 如果我们真的是梦然都像他们传福音的时候 福音的内容不变 但是人怎么来接受 是在乎我们怎么来的 这些都是你跟我必须有一起的学习 保罗很清楚 所以他是从诸们的机会出 他是在这里很清楚 让我们知道他传扬基督们 不单只是态度 而且带出他最终的目标是在哪里 他说他要将人完完传传的大德式的面积 他说他要将人完完传传的大德式的面积 教会整体同时 必须要有一个栽培 有一个失恋 你希望他能传承上去 你记得做父母什么时候才可以结束做同种 你以为他们结婚了生孩子 我就可以不理会他们 上次我们当中说的部分 父母都看得对错 你错了 一旦你叫我父母 只要你离开这个世界 你才可以说 结束啊 同样的神给我们的使命 是关心的 所以圣经说耶稣基督爱我们 是爱到底的 保罗所关心的信徒 他永远都是关心的 这跟我们说不提醒 我可以认同大家 爱常会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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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时候你真的觉得你要放弃 不然有些人 不然会被离开 我不能够计数下去 不然会被离开 不然会被离开 那是保罗接下来被提示你们 我们怎么不能够放弃 那我们怎么不能够放弃呢 所以保罗说他不是靠他自己的 他是靠他圣灵的能力 我们什么时候软弱 神灵耶稣基督的浪墙 什么时候在我们身上这样子 弟兄姐妹 姐对我们教会有什么提醒跟提论 我非常感谢 在回顾教会的五十年的时候 在我们今天人人弟兄姐妹来传扬耶稣基督 我们有耶稣 我们有中文俗下 我们有学生时工 我们有所持价值圣经学校 我们有监狱人的学生 我们也有好像我们的姐妹立分 一直向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全部语 这些神都看在眼里面 祂也是为了我们 弟兄姐妹白想的来高兴 我们做的好了 神帮助我们继续 我们有什么事要把变的 把上的就是给我们重点机会 信心 谦卑的心 最后就是我们就问传人基督 这种包含着什么样的书 传扬这个语 可以说从今天来看呢 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保罗说圣洁 另外一方面是教的 但是我相信保罗用传扬的时候 是带出他事奉的全面证 所以是肯定的包含那种 参加的那个意思 参加不会是走出去的 保罗将以赴索的诗将语绝 提到 就是神所祈给教会的 有使徒 有圣基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 和教师 那这五个恩器 当然是五个 神祈给教会这些不同领受 有各样的恩器 但是我相信在节里面 同时也让我们知道 教会成体的信奉出包含着这五个面 使徒是代表着神所祈的 属灵的全面走出去 圣基书是代表着神的定位上 来上这个世界 穿到神的功地跟圣诀 在上这个领受的散语 牧师就是为了 光丸 按照 授 教师就是教导建立 全福音就是把在中間的人 世巴萊的文化裡面都有一種很刻意的表達方式 歷史文化的文化中間的文化是最重要的 他們用一個特定的文化 中間的文化是最重要的 所以比方說 佛心已經創世紀 主要一起進 民宿紀 生命紀 而中間的就是立位子 很多人啊 他們這種也沒看過立位子 都不認識下去的 但是我告訴你啊 立位子才是佛心的中心 你不了解立位子裡面講的 你的咒約裡面 使使多多神有曲折一些人的 你不清楚的 我相信所以佛羅家 一副所里所提到的五個 恩性的全福音是一個中心的 所以傳承基督是代表教會整個都是以福音為出口 向教會成為福音的出口 所以神會有很多不同的施工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施工 其實都是好的 它是因為人的罪事 慢慢地解釋施工啊 可以說做了一個主委 可以說做了一個主委 有兩個一個非常被神使用的基督徒的學者 有兩個人已經被解釋了 一個已經被解釋了 一個已經被解釋了 一個現在在加州 那個華斯文森的神社裡面教師 一個在加州華斯文森的神社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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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都寫一些官府現在教會的情況 就是最大的一個訪問 訪問了什麼 福音 教會有很多不同的施工 但是卻沒有訪問 我們幾個一件事工 就是代表我們傳統 就是代表我們經常見 如果我們受到中文訪問 如果我們有一個老實相 但是我們在官府的中文訪照裡 就不來管理 這麼行 慢慢的管理 我們就不忍耐了 遠遠的使命 我們可能不會忘了 為什麼我們在第一次設定 所以我相信 神希望我们公信圣灵教会是一个不能够忘记福音的教会 我们要比起的决定 弟兄姐妹各尽其机的来付起神使给我们 我们要反省今天教会我们所做的所谓的事工 弟兄姐妹事务的目的也没有挂漏在传送的实际上 为总结的时候我就给教会一个抛尊领域 我给你一些想法 教会基督姐妹跟母亲与宇宙 大家一起在后的认识当中也没有多多的事情 教会主席的事工 只是我自己的想法 想到丰盛生的教会 怎么样才可以成为一个福音出口的教会 dialect church be the outlet for the gospel 听听着我这个问题吗 do you understand my question 昨天我在车气问弟兄姐妹 有问题的时候 不知道牧师你在问什么 they ask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they didn't 然后我再重复事情 我们盼望 尝到丰盛神的教会 能够成为一个福音出口的教会 we hope that our church will become an outlet for the gospel 假如我们有这个心意的时候 but we have this intention 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问有问题 that we need to ask this question 那教会要做什么 才可以成为一个这样的教会 but what do we have to do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大家都知道啊 就念个书啊 做个研究都知道这样子啊 we have all done research when it's early 所以这么重 在那个克里斯拉教育 呃 神学的教育上 in the seminary 教育啊 就是那个道理上呢 现经很精神的告诉我们的 the bible is very clear 在天上人家没有基上别的灵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灵 we have all there is no other name that we can rely on to be saved 阿罗友说 他不以福音为耻 福音是神的大脑 也就是信念我们必须要肯定 持守的 we have to be very clear and emphasize 因为这个很重要 因为今天我们周围 不同的人 一个一个信奉 啊 信奉佛照的人 为什么你一定要我信耶稣 我的佛照不行啊 很多的挑战 我们就必须要取守 我们所信 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们在给的 训练的弟兄姐妹们 想想如果十年以后 今天在节礼的弟兄姐妹们 有多少在将来十年以后 在教会参与领导的事 we have to think in 10 years which brothers and sisters will continue to serve and believe 我记得当我们教会 要兴起那个学生施工的时候 when our church wanted to start the campus ministry 这就是弟兄姐妹的说音 这是很重要的 你们放心去做 那就是我们当天 那个强青的弟兄姐妹的说音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 evergreen fellowship they say this is very important 他们看到解离方面的需要 they saw the need in this area 寝愿他们 推迫 they rather give up their own place for this ministry to go forward 你这个教会看到 就这样有个人认识在哪里 都是以自己的需要为主的 但是如果我们有推上一个 看重神在我们当中 心起的一群的时候 你就可以放上来 but when we are willing to give up a good place for others to go forward 才会必须要 还想那个实践 投资各方面 来建立我们上一代的人 we need to put in effort to to reach generation 这代表了什么呢 我曾经 在我们还在张会事后的时候 我看到我们许多的大学生 他们从小不一二 离开其他的地方 面大学的大学的以后 又去其他的地方 来定下来讲工作 有很多教会 我看到我们许多大学生 那个年轻就业的青年人 不会有理解教会 但是我今天在回顾的时候 但是我今天在回顾的时候 我知道现在 这个 维尔教会的区域里面 有很多非常好的 那个 那个 这个上去 那我们周围 我们很多的家庭 搬来教会的附近 都是因为这附近 有好的中学生 这代表了什么 这是教会里面 我们将来 旅群肯保贵 重要的孩子 跟青少年 所以我们鼓励教会 必须要 肯认定 教会的青少年 跟儿童学徒的主要 所以我们必须要 放一个搜索 对 不是一两年的事情 哪些教会 长远的 在神的使命里面 我们必须要 慎重地想 要栽培 要栽培 善意大人 灵 当然我们 要训练上一代的 重点 当然 如果他们 留在教会的时候 是非常好 但是更大的一个 就是神国的这个观点 另外一方面 我们就实行 要实行 实行 教会的那个 模式是什么 华人教会 基本上都有一个概念 就是当我教会要好好的施工 我要好的儿童的施工 我要好的儿童的施工 我要好的青少年的那个 那个 的program 那很多的家庭都会来的了 这基本没有错 基本上没有错 但是有一个 大的派民的一个 有一个盲点 就是一教会的中心 教会好了 人就竟然来的了 所以我们就受现在 在美国就是所谓 超大的 这个Mega Church的一种观念 这一些 这教会叫做 这么多年 还没有 人数还是不小 我们硬做得不好 我们硬做得不好 我们有几个人 在社会 我们认为我们的社会 没有太多 这是一个 冲突的一个观念 这是一个错的观念 神给教会使徒的 这个观念 基本上在神的实义体上里面 因为教会的攻击 那个思维 是走出去的 所以 神给予我们这个 mission 去出 不是一个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好像一个 顾客为主的 一种的心态 所以 周围必须要能够反省 今天我们这会所 重点 推动的方向是在哪里 给它传福音 什么叫传福音 你不能够说 这不是传福音 但是你也绝对不能够说 这都是传福音 全面 因为传福音是包含了 整个人生物的感觉 你知道耶稣基督 整个下面的撒玛里 是从佛人基本上的需要 所出发的 祂是从佛人基本上的需要 所出发的 我们这样的传福音 就是要体会对方的使用 就是要体会对方的使用 在约翰福音的九章里面 讲到耶稣基督跟门徒一起角度 看到一个伸出来 就傻了眼的人 那个孩子在土坊 都坐着路边 可是门徒就问耶稣基督 谁的错 是他父母 还是他自己犯罪 以及他傻眼 很难 问题是在哪里 这些门徒 所看到那个人 没有看到他的被孤立起来 被家人 各离 孤单 无助的需要 所以我们像人传福音 这种准备 你必须要从心里面 发出这一份爱心 感受那个 没有听完福音的人 全面上的需要 所以教会好好的思想 今天我们说传福音 是整体教会弟兄准备 都有同心爱心的人给大家解决 然后最后 你要排除一切的困难 就是尽心解力 马可福音第二章讲到 有一个坛词 耶稣基督在一个屋子里面 讲到 这个坛词没有过来 从进去去见耶稣 他是反生主要受到好朋友 这是一个朋友做了什么 抬起这个坛词 走到那个屋顶上 全部的打穿的那种 尖开的朋友 随下去 我想如果是我 我就不能探讨他 怎么可以这样做 会坐到路边等 耶稣讲嘛 他可能出来了 我才跑去跟他讲 可能在目前的社会环境 我们岂能够这样做 但是这个故事给我们 很大的提示 这些坛词的朋友 不会听 不会困难 不方便 而没有伸出 向他的坛词的朋友 这个帮助 就是我们的朋友 对他们的朋友 把他伴随了 他们的朋友 他们也有关心 在他 我感清楚了 告诉大家 全部语音 你别订不议到我担忽 这些坛词的朋友 他哪时一定有的 我们会有问题 但是教会如果 要成为一个 福音出口的教会 我们必须要有这份心智 以福音為主 和基督透過我們的生命 透過我們的黑色行為 被傳遺體 我都不知道我將要說什麼 現在做了訪問 天安的天父 謝謝你的恩典 我們當中有一眾姐妹們 所以你真的是很愛你 愛你的教會 愛哪些沒有聽過你的福音 我們會有這些愛心 這個是須奉獻上的嘆誓 它是常常我們在裡面 全上的祈求更大的時候 就是你在我們當中 吸取更多的一眾姐妹們 在這個五十周年的時間裡面 在我們認定處理的恩典 是要我們往前看 從受於你的心 去更大的一眾姐妹 來回應我們的福教 讓教會同性和義人 能夠建立成為一個 你福音出口 我們就不知道 主你自己在來的日子 會有多久 但是我們都知道 我們都知道那個世界在改變 而且不是往往的改變 而且不是往往的改變 而是越來越糟糕的改變 而是越來越糟糕的改變 我們的日子不在我們的手裡 而是越來越遠 而是越來越糟糕的改變 尊敗 謝謝